中國在放棄清零政策之後 北京的新冠疫情 正在快速的蔓延 醫院發燒門診 還有藥局都出現了排隊的人潮 衛生當局就坦言 現在難以追蹤確診人數 目前正努力加大藥物市場供給 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 譚德塞昨天在記者會上表示 希望在明年的某個時候 新冠疫情已經不再是全球 公共衛生的緊急事件 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 語重心長 希望明年的新冠疫情 能夠從全球公共衛生 緊急事件中除名 但是鏡頭轉到中國北京 才剛因為上週松綁防疫政策 醫院發燒門診和藥局 都出現排隊人潮 除了出現藥品荒 和快篩劑短缺的情形 還有民眾預先屯藥 甚至有人搶買紡製藥 中國民眾現在免做核酸 不強制隔離 雖然重獲自由 但是官方已經難以追蹤 確診數字 人人只能做好自我防護 自求多福 至於這一波疫情 是否會波及臺灣 指揮中心認為 目前中國邊境防疫政策 延續48小時內核酸檢測 不至於太擔心 中國松綁防疫措施 被認為是疫情升溫的主因 但世界衛生組織專家 他並不這樣認為 因為早在中國政府決定放棄清零之前 感染人數就已經飆升 因此對中國來說 清零政策 已經不是在政策上最好的選擇 記者 珠峰珠提倡 綜合報導 檢測 庭 記者 檢測